来 开头猜个车 纯电的能换电 你说这不是未来吗 我觉得其实你都已经看见标题了 你已经知道了 给你介绍一下背景了 仗气旗下的一个高端新能源品牌 它叫飞凡 这是它的提前SUV 这台车叫飞凡R7 但是这台车它是9月上市的 然后10月份马上就要开始交付了 关键是交付的时候 是连高速领航功能一起交付的 是不是不但有了买现货的感觉 不用等期货 还觉得好像所有的东西一下子就都给你了 反正今年你觉得试了好多的电车 就有各种新势力 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传统大厂 我们的感觉就是传统大厂造电车 就是大象转身 转过来了 开车跑了 要给你看的呢 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的这个门 它的这个门呢 你看你靠近的时候 它就能自己弹开 还能够这样完全打开 然后当你上车以后 你踩住刹车踏板 我的门是不是就自己关上了 还有前方挡 包括这四个车窗 全是带夹胶玻璃的 因为它是无矿的车门嘛 这种带夹胶的玻璃 你觉得它就能很好地解决 NVH的问题 上面这还有一个按钮 你看下车的时候也不用自己用手 是不是还挺开心的 它的慢冲口和快冲口呢 都在左后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方便你停车 方便你充电 它还可以换电 就是大家知道的宁德时代 还有中石油 中石化 都会有它们的换电站 它们会是一块来合作的 然后今年是有40家 罗马不是一厅建成的 所以明年有300家 然后25年预计会有3000家 再有一个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总觉得 我好像荷包没有那么股 我能不能便宜一点 它有一个车垫分离的方案 就是垫的这一块 你以后还可以选择租赁的方案 展示一下钥匙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这三块瓶挺大的 我觉得不管你自己喜不喜欢 是吧 你保不齐家里的其他成员 他是喜欢的 还有就是它这三块瓶套在了一个大的玻璃面罩里边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要比普通的玻璃的硬度要好很多 还有就是它上面是有光学涂层的 你开车的时候它也不会反光 再有就是中间的这一块 它里边是高通的85的芯片 你看它这个系统的界面 是不是长得很像手机 你就感觉我都想点一个飞行模式了 当然那个东西它是没有的 还有就是 如果你是两指往右滑 你看它的服务方就出来了 关键是 你看它的这些应用 当然它是一些会计应用 但是你看它这些图形 它每一个圆角的这种感觉 就跟你的手机的那些APP都超级的像 反正我觉得基本上上手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当你马上着急出发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让你的副甲帮你设置导航 设置导航之后 你的中控和这个ARHOD就都有了 要说一下这个ARHOD 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13度乘5度的 关键它的工作商也很厉害 它是华为给它做的 然后再有就是如果说你停车等人时间很长 你没事干是吧 咱们可以看个具 看它这儿有一个AR 你一键就可以HOD投屏 你就妥妥地找一个黑的地方 就有一种家庭医院的感觉 还有就是你们家领导的这个位置 它这个前面你看 都有这种腿托 就是脚有一个可以踩着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边整个座椅还可以摊平了 关键上这个座椅其实NAPA材质的 我觉得手感很好 另外这个副甲的椅子 你看它这边按摩加热的功能也都有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巨大的美妆镜 你看我这边还把B站打开了 是不是感觉就妥妥地在车里边 感觉把领导刺合的不错 前面按照我的驾驶坐姿调过了 然后你看一下它的后排的空间 大家对这个车整个的外形 会觉得有点挺溜背的 但是实际上你坐在车里边 是吧 你觉得它的坐姿并没有很高 并没有说因为放电池 然后整个抬起来再加上溜背 会影响你的头部 没有 我们现在已经把非凡开起来了 其实来这个车开了一会儿 我就一直在找它的一些驾驶模式 后来我发现 它跟我们常规认为的一些驾驶模式 不太一样 给你看一下 它有三个驾驶模式 无极驾驶 然后超级节能 还有一个雪地模式 就这三个 但是它其实在下面也都是可以调的 比方说它的一些动力响应 然后它的能量回收 包括它的转向 包括制动都可以调 但是整个车开下来 给我两个印象比较深 一个是它NVH方面 我觉得这个车 它自身的NVH方面做得挺好的 这前面我们也都说了 它的前方档四个玻璃都有这种夹胶 它其实开起来 感觉它跟路面的那种接触上 也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声音 还有一个就是它底盘方面 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就是我一度觉得说 这个车好像是有空气悬架的 尤其是今天早晨 我们开动态的时候 就在那种慢速行驶的时候 你能够感受到 它的那种就是整个很漂浮 很Q弹的那种悬架的一些感觉 其实我们说就除了一些硬件方面的 这种整车的调的 我觉得这方面对于一个电车来讲 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拿的这个版本 能体验到一些它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它的领航辅助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硬件当然很重要 但是软件方面的算法也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们之前听过的算法 比方说有前融合有后融合 它现在是叫一个全融合 就是它能够平掉之前我们说的 以前的那两种算法的一些缺点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这台车它有33个感觉员件 这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33个人在开会 七嘴八舌的 但是这个算法就相当于是这个领导 就是你在开会的过程当中 你要随着感知 然后随着要有自己的一个初步的判断 最后通过大家所有的报告 要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决策 领航辅助还能够帮你做什么 就是比方说你去匝道 可能我一个高速切下一个高速的时候 它可以做到 但是以前呢 其实有一些不太成熟的领航辅助会这样 就是它的算法或者说它的一些 比如说像这台车 它有一个premium的一个4D的成像 它绝对不会让你错过匝道的路口 我以前就碰到过一个车 我也开着领航在北京的五环上 我那次被吓坏了 就是它其实识别到那个路口的时候已经晚了 但它深往那条线掰 我就觉得它都已经压到那种实现的那个三角区了 我当时就觉得说天哪 这也太危险了 所以说其实车的算法包括它的各个头 它结合配合到一起 我觉得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要不你光说你有你有多少个几百万的 你能识别多少的距离 可能不单单你能够把这一件事做好 因为我觉得在电车方面呢 其实一开始确实是新势力领先的 你也的确能够感受到 大厂随后的动作其实开始跟了 但是不管是我们强调的智能化也好 还是说我们强调的各种算法也好 其实都不是以前大厂们的强项 但是现在在上汽的这台车上 我们看到 其实它找了很多很顶尖的这种供应商 然后他们一起去完成造了一台车 然后现在呢 你就觉得好像各个品牌之间的护城河 就没有以前那么深了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想看 就是大厂加入了以后 找了很多很顶尖的供应商以后 整个下半厂国内的电动车 大家的这个赛道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